冬瓜中 等了这么久,终于到冬瓜中了 平时我们在周围吃的冬瓜中是这么大的 对吗? 现在有些冬瓜中可以自己在家设计 我当然想学习 材料有火腿、瘦肉、蝦、火鸭丝、干圆柱 退了心的新鲜烈子 这是我们的主角 主角 对,就是夜香花 这个呢? 这个也是夜香花 不过这个我们就放在冬瓜边 让它漂亮的 但吃的时候我们就用这些 富贵点就可以拆鞋 新鲜鞋肉 新鲜鞋脚 没错 我们今天就平民化少少少 家庭化少少 我们用蟹柳 一样这么正 冬瓜 这个你喜欢的就切个花 不喜欢的就可以就这样 我们现在将冬瓜圈的芯 用一个小刀 尖刀 我们将它打十字花 这样很容易就秤出来了 一笔 好,是不是很容易? 其实我们有几样东西要出水 火腿,瘦肉,蝦,干草菇和蟹柳 我们先出水 好了,终于完成了 是的 也很干净 是 我们用盐抹一抹冬瓜 这样去蒸 冬瓜入味好多 又把味道弄出来 没错,盐是提鲜的 现在这个 这个冬瓜很薄 十分钟 好,现在看到你这个上汤 已经准备了 干草菇 水浸了 好,瘦肉 还有这个 草菇 更香的,放下去 好 这个鲜莲籽 我们先盖上锅 这个要锅多久呢? 因为我们切得很小 很容易出味 那你浸三十分钟 你看看 哇,这颜色很漂亮 很漂亮 现在才放一点火鸭丝上 哇,这个最香 最香的 最香的味道就是火鸭丝上 哇 好了 这个时间我们怎么做呢 将我们刚才用过的东西 放进去 好,满一点好吗? 给多一点料好吗? 光瑶柱 那些火腿 铁子 都看得到 盖干 又再蒸它 蒸多久? 这个蒸十分钟 不是很大 好 美儿 怎么样? 是不是很心急? 唉 这三十分钟 是否等得很心急? 我从田也开始等到现在 哈哈哈 精彩的东西开始来了 哇 我们蒸好了 是不是? 把杏瓜粒上去 因为杏瓜粒 不需要太熟 刚才我们有些虾 是 我帮你拿一点 嗯 蟹柳丝 我们也放一些蟹柳丝 这是我们刚才想说的 是什么 夜香花 是什么 那我们就放一些 在那里放一盒 但是我们还要有些 放到汤里才会香 不可以就这样 是 刚才我们还有些火鸭丝 我们放在那里就香 那我现在就放一点 大地鱼粉 你最喜欢的 因为不要煮太久 如果煮太久 它就会掛在那边 那边 那边有些花在那里 是 这样才是香的 嗯 熄火了 是不是很容易就摇成一个 这么漂亮的冬瓜棕 不过是不迷你的 哈哈 不是大件的 是 对 不可以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